好,各位的现场伙伴们,大家早上好,那来自北东的伙伴们,那来自中国的伙伴们,大家晚上好,那我是你今天的主持人,我是Jeff,来自多伦多现在,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谈到说,杰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商机,从他的产品跟他的公司到底有什么优势,那这个企业到底如何是不是一个长久的事业,那接下来呢,我就想邀请我们一位 非常年轻有为的,也是现在在位置于多伦多,我们的红包总裁,我们的荣,一位90后,那他也是透过这个平台,然后从一个留学生,然后实习到现在全世界三十多块四十个国家的一个团队的一个伙伴们,那荣,您听得到吗? 可以听见,可以听见,那好,早上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想说给现场的伙伴们, 不管是新朋友,不管是旧朋友,不管是杰斯家人,或者说今天第一次来参与我们线上的活动,那可能很多伙伴们想要了解说,杰斯到底是什么,那可能很多人看到你在手上拿的那袋小纸袋,但是确实不太清楚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优势跟他优势的产品,那今天杰斯已经布局到全世界一百八十多个国家了,那接下来我就想说把时间交给你, 让你带着我们,透过你的Vision,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杰斯今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台,好吗? 好的,谢谢杰斯 嗯,杰斯共享不了 You sure? 对,谢谢 可以对呢? 好吗呢? 嗯,现在可以了 好 全球的伙伴们,大家早上好 嗯,这不可以听见吗? 可以啊 嗯,OK 好的,今天呢,我们来 杰斯这样的一个平台,一个非常伟大的平台 好,这个呢,是我们杰斯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logo 好,那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是我们杰斯的一个这个logo 就是我们的杰斯的一个商标 我们这个杰斯的商标呢,Genest这一词啊,它是源自于这个法文 然后呢,它代表的是这个青春不老之权的这个意思 然后呢,我们公司选择的这个,就是这个商标啊,大家也看得出来就像一个喷泉一样 它整个的,它就是re-defining youth 就是说,也是象征着,就是像这个法文一样,Genest 就是希望这家公司就是一个青春不老之权,帮助更多的人们获得健康,获得年轻 好,那这家公司呢,是创办于,Genest这家公司是创办于2009年的9月9号 是由这个Wendy跟Randy这两位夫妇创立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左边看到的这一对 这一对创办人 然后呢,他这一对创办人呢,大家可以猜一下,他们今年多大了 其实他们已经有70多岁了,快80了 然后呢,这位男士呢,非常的不简单,他是在90年代就参加了,是给美国的宇航军NASA设计这个火箭以及发射程序的 最便宜的一个程序呢,就是600万美金 然后呢,他在这个,就是IT界的这个技术啊,他在90年代的时候给全世界的国家都输送了这个光缆光纤 他是一个非常,就是在像是一些癌症中心啊,基带血银行啊,这些网络后台程序都是他设计的 所以他是一个IT界非常有名的一个人才啊,然后呢,这位女士呢,叫Wendy Lewis,她是一个就是一个这个精算师啊,也是一个这个数学博士 然后呢,他在这个网络营销行业里面非常具有影响力啊,然后就是这样的,男士是一位IT界的巨子,女士呢,她是一个精算师,她设计的这个奖金制度啊,在网络营销界能够三次被评选为这个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 就非常的不简单,好,那就是因为这一对夫妇呢,他们选择在2009年的9月9号,其实意思也是代表的就是在这个中国文化里面代表的长长久久的意思 但是啊,这家公司呢,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一对创办人的特点呢,是其实他们已经成功的退休了三次了啊,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得出他们的背景啊,他们的年龄 为什么,就是说退休了三次,这么大年纪了,还愿意去创立这样一家公司,他们的愿意,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给大家看一个短片啊,其实真的是非常有爱心的一对创办人 我说到你一件事关于GlobalVillages,我们从来没有接受了一个赛办人 我们认识了几个人昨年,他们说我们想做什么你们做的 他们的心情是在正确的地方,他们不仅是在正确的地方,他们不仅是在正确的地方,他们不仅是说话的,他们就来到碗,他们就来到碗 Syrian refugees in Bulgaria They've helped us feed homeless in Los Angeles We're working around the country And they're a big part of this program They're our partner I'd like you to hear a little bit from Randy Ray And Wendy Lewis from Jeunesse Kids Hello It's great to be here with you today I grew up on a farm in Tennessee And I went hungry for a long time My little brother and I used to eat mud pies Because we were so hungry we didn't have food to eat So I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hungry So when I was blessed enough To be able to help others My mother always said If you've been blessed You need to bless others So that's why we're here And we have about 130,000 members worldwide That are helping us in our endeavors To feed all around the world That's what we're doing Thank you That's what we're doing And I get aip And I can't get out of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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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 no And I can do Thank you ăn It's One When Nice I can't do Net 最主要根本的一个意义是希望能够帮助全球许许多多的青少年 就是这样的孩子他们失去了比如说像水源失去了学习的机会 这样去创立了一个平台 而且他们所里挣的这个钱有百分之就是我们这个平台挣的钱 有百分之二直接打到这个美国第三方的一个非盈利的一个机构 叫做Global Village Foundation 像拳王阿里像很多像我们的姚明都在里面做过慈善 好这个呢就是先举例一下就是他们这一对创办人夫妇 在这个腾亚做的一些工艺以及在我们的这个中国我们的华人 我们在中国道拉嘴村也做了同样的工艺 这也是一些他们当时做工艺的一些照片 就说真的是就像他们打出来的这个标语一样就是这个 One Heart One Hope One Mission 这是我们这个Genest Keys就是杰斯守护儿童关怀计划的 这是他们打出来的一个决心 以及下面是他们已经在2016年的时候 已经捐赠了这个1400万美金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爱心的这样的一个捐赠 然后呢就是说整个公司的一个文化 从他们创办这个公司的一个理念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以及这样的一些青少年的孩子 所以是非常有爱心的 我本人呢也是在奥兰多 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动 就是在我们的奥兰多杰斯的年会上 当时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设置的区域嘛 比如说有那种 比如说有那个时候有残疾人的这个区域就是推着轮椅的 然后呢还有的是11位聋哑人 然后他们也是专门提供了手语的翻译 每一个人都是花了250美金给他们做这个翻译的 所以让我觉得真的这个平台这个公司的老板是非常有大爱的 好那刚刚说了这么多 那这样一个具有爱心的平台 那目前来说得到的一些官方的报道有哪些呢 好我们先从中国的报道来看 在这个中国去年今日中国就报道了杰斯这家公司 在就是Genest Global创新网络平台的拓展大中华 有在这个我们的这样一个今日中国就是在中国了解这个就是国外的这样的一个 啊资讯媒体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杂志上面进行了专访的报道 然后呢我们还有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中国公益网上 就是说他打出来的一个标语就是杰斯一个工艺事业的优先的传奇品牌啊 大家都可以看到 而且我们这家公司从发明的专利从全球这个产品的责任保险啊 大家都可以看到这家公司现在在中国的一个口碑啊 以及就是他的网站上对他的进行了一个报道 而且杰斯这家公司到底是不是一个正规合法的公司呢 其实啊我我也是在网上面 然后在官网就是国家的信用这些上面都把它结下来了啊 我们杰斯公司呢是在上海是注册的一家生物有限公司 然后呢他的这个法人代表是我们的这一对创办人夫妇的孩子 叫Scott Lewis啊 Scott这个啊这个人啊 他呢你想一想如果今天你把你的最爱的儿子啊 作为一个法人代表 他是不是要把这个生意作为一个长长久久的生意啊 因为有些人会说哎你们这个杰斯公司啊 在是会不会就是说啊 是我们所谓的一些骗子公司啊等等的啊 这是这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公司是注册资金就是1400万美元美金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时间是2015年的注册日期是4月4月3日 所以正是在中国启动其实才短短的三年的时间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市场的空间的以及爆发程度啊 以及未来的一个走向 而且我们的这个杰斯的产品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左下方是经过国家食品这个药品监督局CFDA的完全的认证的啊 所以就是说当别人就是说有些人如果还不了解杰斯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些啊啊官方的东西给他看 所以而且我自己本人也在中国的人民这个共和国文化和旅游局 就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局啊的官网上大家可以去看啊 他杰斯呢这个就是去年我们去到德国的一个很大型的一个旅游 然后呢报道的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旅游局官网啊 定义的报道是称美国跨境电商杰斯公司啊 在这个就是啊在德国为了感谢我们的这些员工组织的一丝活动 而且让这个奔驰本来是闭馆的啊整个博物馆 但是呢这个博物馆为了我们杰斯呢也是这个打开啊 亲自创始人之一也是来接待 今年我们是将去到悉尼 悉尼的歌剧院呢也会为我们杰斯而点灯 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消息 就是杰斯这家公司到底有怎样的一个魅力和能力 能够让就是说能够在德国啊 当时引起了这样的一个轰动中国的旅游局也报道 然后还要马上去悉尼歌剧院也要问他 因为今年这个时间是一年异度的这个光影艺术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我也是非常的期待 今年也是可以带上我们的妈妈和我的太太一起去 马上我们也会去我们的主持人杰斯 我们的威蓝钻石老师一家人都会在这个月底再相聚在悉尼 好那就是说从中国的方面单方面的报道来看的话 杰斯这家公司是一个冉冉升起的 而且一个一个正规的一个就是通过一部手机能够串起全球的一个直接经济的一个公司 好那我们来看看国外的媒体是怎么报道的 那国外的媒体报道大家可以看到 这也是我给大家找的 不管是从这个美国澳洲日本等等大型的杂志 以及我其实最还有英国的报道 大家可以看到都是一些主流的媒体在进行对杰斯的一些报道 好那最有特点的呢 其实我也把一个这个图片给结上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右上方啊 这个人是谁呢 是我们的这个英国的王子 这个凯特王妃 大家都应该认识啊 他自己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啊 等等进行一个报道 就是说他非常喜欢杰斯的一个两分两分钟去眼带的一个产品 一会我们也会讲解到就是说我说我们公司再厉害杰斯公司再厉害 他不可能能够请到我们的英国的凯特王妃为他在这个网络上去去打扩吧 就是我们这个流行语啊就是为他去拉票对吧 去真的去觉得这个产品这个公司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来说就是国外的一些国际媒体一些知名的人士啊 为杰斯啊去说话去代言对吧 但我当然我们公司是完全没有给他们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广告费用的 好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发展 从2009年的9月9号到现在短短的8年时间已经获得了200 就现在的数据已经不止291个奖项了 我本人呢也是有幸去到了这个北美的奥兰多 在那一屋子里面全部都是奖杯 然后最重要的几个奖呢我结了一下 一个是美国企业奖 一个是10db的这个企业女性奖 给大家看一下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美国的一个商月风云企业奖来说杰斯的 17.5 points of the winner of a grand stevie award trophy is Jeaness global Vorlando Florida 这个是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就获得了这个美国的商界风云企业奖 那这个奖呢能参与评选 其实就是很多大型的公司比如说像 谷歌,索尼,西门子,Biss耳机等等 大家耳熟能详的 就是说杰斯它不仅仅是一个就是说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它是在美国其实跟很多主流大牌的这样的公司都是进行评比的 而且在2016年的时候呢就获得了一个很重的奖 就是这个10db奖 大家可以上这个网站去查 然后呢这个奖是目前来说是我们杰斯公司获得的非常重的 然后呢正是源于它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努力跟付出爱心的平台 在去年我们的这位女老板女士叫这个Wendy 这个再一次获得了我们的这个10db的金奖 大家也看到就是能够获得一次这个奖的公司 以及这个女企业家都已经非常不简单了 但是这位女士她获得了三次这个最具影响力的网络营销最具影响力的这个奖 好那其中最就是最值得大家来就是了解的 以及最具这个特点的一个成绩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6年取得了10亿美金的一个成绩 那能够做到的是哪些公司呢 我也是给大家清晰的对比一个数据啊 就说首先传统的公司啊 大家可以看到能6年达到10亿美金的啊 只有苹果公司啊脸书Facebook亚马逊还有就是Ebay还有谷歌啊 这是传统的这些我们目前能够做到的 但是这些传统的啊这五大公司呢 目前只有苹果和杰斯是有产品的 像Facebook脸书亚马逊Ebay谷歌他们都是靠股票的上市和融资啊 来达到这个10亿美金的成绩的 而且我想说的是大家知不知道10年前 如果你花1块钱买了苹果公司的股票今天是多少钱啊 今天是800万人民币 所以我们杰斯这个平台的速度 我可不可以说手机当中苹果的这个地位就相当于未来啊 以及现在杰斯在这个保健品行业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 大家可以去思考就是今天我不给大家分享杰斯 因为这个杰斯平台的魅力以及他产品有效果啊 更多的消费者他去分享 他未来的两到三年三到四年四到五年 还是会有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第四个人跟你去分享这个平台啊 因为他确实是当下来说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平台 好那有些人一起到这个这个保健品市场 他会耳熟能详的想到的是哪些公司呢 啊第一个是我们的emway是我们的这个安利是吧 他是从1959年就诞生了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啊 到1980年用了21年的时间才获得了10亿美金啊 他的这个产品技术其实啊应该说已经是怎么说 已经非常老了对吧 因为195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多早以前啊 首先啊这个我们从技术上一会我们再说好 第二个是我们的雅芳啊 雅芳是1886年到1972年用了86年的时间达到10亿美金这个成绩 好第三个是我们的这个康宝来 康宝来呢是1980年到2004年24年的时间做到10亿美金啊 第四个美林凯1963年到1996年33年的时间啊 啊如新19就是我们的new skin 如新1984年到2004年20年的时间达到10亿美金这个成绩啊 最后一个new neutral他用了37年的时间 所以如果我们把10亿美金比作成一份试卷的话 你是会选择一个啊六岁的一个神童还是会选择一个啊成年人啊 甚至老年人就是这样的不是说他们不好 但是他们确实按照这个速度来比的话啊 我们肯定是会愿意选择因为时代在与时俱进 它的技术也在与时俱进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选择杰斯啊 因为它是一个朝阳企业 它是一个正在然然神起的一个新星好 那为什么杰斯公司会成功呢 源于它的创新模式 源于它一部手机啊 就像大家现场听的朋友应该都有微信对不对 他杰斯公司它也有一个专门的app 但这样的呢大家知道 就是我们很多的这样的手机里面的app啊 比如中国研发的在国外是不可以用的 国外研发在中国也是不可以用的 但是微信为什么可以用 因为他投资他整个打造的这个 是花了非常多的钱去打造的 我们杰斯公司呢也是整个的物流系统 以及整个网络平台的价值 已经超过了100亿美金 所以它现在目前就这样一个小小的app 把全球市场187个国家给串联起来了 所以今天想给大家了解的一个模式是什么呢 就是说今天在场所有听的朋友 新的朋友也好 老的朋友也好 我们大家在杰斯这个平台上没有任何的一个销售模式 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些保健品公司 也许他们是在做销售的那个金字房的销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杰斯这个平台是大家上自己的网站 自己的app 像微信一样有一个 大家通过我们的一个这个简单的注册号 就是每一个人登录名和一个密码 通过简单的注册之后 然后你拥有了自己的一个app 然后你喜欢它的产品 你喜欢这个平台 上自己的app上去分享 我们只有自由选择消费的那个销 没有这个金字房销售的销 所以我们大家是纯分享的 好那我这样的一个就是我是怎样去接触到这个平台的 我也给大家可以讲解一下 就是我最开始对这个公司其实也是有疑惑的 因为我是怎么样呢 我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留学生之前 然后先是在北京上完大学 然后呢其实我是老家是武汉人 我爸妈希望回到武汉 因为北漂确实有点艰难 当时自己也没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希望回到武汉能够找一份朝九晚五的很稳定的 很传统的工作 然后工作几年之后 这样的家里一起买房子 就是娶媳妇这样的传统的 但是我当时就是觉得 哇难道这个就是都这么大了 然后还要跟随父母的脚步这样一步一步的吗 难道我自己不能够就是说 就当时就自己内心就很挣扎 就说希望父母能够给一次机会 和自己去努力来到国外 我当时来到了加拿大之后呢 我就自己打了两份工 去支付自己的一个生活费用 所以在接触到劫子也是非常偶然的一次机会 我在自己打工的时候到处去了解 因为在国外说实话 没有就是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 都是靠自己去建立的 所以我自己的一个心态就是 我自己是充满一个正能量的心态 而且我觉得就是去去用心的去就是在生活当中去了解 就是说去在这个时代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 就是你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不如月人无数不如贵人相助 这一句这一句话其实在我身上的是一个真实的一个验证 就是我这么样一个普通平凡的人 但是通过解私了解这个平台之后的改变 首先可以从这个我家人的受益吧 就是不管是从我这个我等妈妈的湿疹 还是我爸爸的这个就是就是我爸爸有胆结石 肾结石 而且他的这个就是三高就是爱喝酒啊 就是引起他的这个血糖啊 等等就是血压高 像我爸爸第一次喝我们的这个配犬是特别的酸 酸的眼睛都眯起来了 但是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做太多个人的分享 我说一个非常就是我自己家人受益的就是我的舅妈 我的舅妈呢确实现在中国的整个的环境啊 导致我舅妈现在五十出头 但是他他心脏在两年时间内已经做了四个支架了 就是因为他的血粘稠血脂高 而且他还有冠心病 他和我们的配犬就是每个人不同的人 喝的这个配犬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我舅妈是觉得特别的酸 然后呢导致他五十出头的人 医生就让他就是要注意身体 要这个心脏啊就是就不能够做很多重的活 就只能在家里就是养病 然后他在他通过一年的时间相信医院 因为他两年做了四个支架了一年的时间 但是医院给他的状态是整个只能维持住 而且吃了大量的药 比如像阿斯匹林那每天要吃很多的药 所以让他自己也就是说真的身心疲惫 就是怎么说来就是首先医院的一话又不敢不听 就医生的话 第二个人自己感觉就维持住了这个状态 身体也没有明显的好转啊 就只是说维持住了 而且这个打了四个支架 你想想这个心态上就整个人的状态 但是我给他推广这个杰斯 当时分享这个产品的时候 他是非常抗拒的啊 说实话就是觉得哎呀你叫什么啊 就觉得我说实话读了就是家里花这么多钱 把你送出去读书 结果你现在做个保健品的这样的一个生意啊 而且还而且还现在还推销到亲戚人身上来了 就这种说实话我真的是就是作为我 如果一般的人我相信啊 你说过一两次啊 也许就自己也不好意思了 而且自己在不太专业的情况下 也不太清楚的了解的情况下 也许自己也受伤了 就是冷水关嘛 就有时候碰到亲戚朋友 就因为我当时是怎么呢 我当时就是借力 我就是找资料啊 然后苦口苦心让我妈妈和我一起 真的是为了我舅妈的健康 然后我们给他一步步分析 也是一个就是实际点吧 因为确实医院来说给他来说 只是维持他的状态没有改善 很没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然后用了我们产品这个配权三个月的时间 他整个的去再去体检的时候 这个指标上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然后医生也觉得很惊奇 然后再服用了三个月 整个是六个月的时间 他前段时间五一啊 五一长假的时候 有医生的批准他可以出去玩 他也很放心的出去玩 所以我自己觉得我整个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我家人的 我还有很多受益的这样的一个 真的是我自己首先认可了这个产品 我再去分享的时候 就不是在推销 大家可以理解啊 就是说我不是说找不到工作的人 我没有必要来做一个推销的职业 去跟别人分享 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好的东西 能够帮助到别人 我就是用爱心去把这个东西传递给别人 所以我不会觉得我不好意思 我今天坐在这儿 说实话跟在座的各位分享 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这个事情 是一个就是很 发自内心很开心的一个事情 因为它有效果 我自己也是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觉得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在这个平台上 我和我太太两个人的选择 本来我如果在加拿大这边 我本来就是应该先去打工的 就是说先给一些老板打工 去做就是按小时 给钱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然后呢 也许我还需要累积三到五年的一个经验 成为一个专业人士 比如说考证 像我的很多同学现在考会计证 考那个就是这个经济 就是这个CFA的证 他们有的才考下来 所以那一个努力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在杰斯这个平台上 我们第一年就挣了16万美金 确实就是说在这个平台上 就是说抓住了一个时代的趋势的时候 就我们自己来说 我们现在干一年 就是说我们现在保持 我们现在还不说 现在还在往上走 保持一年 我相当于我现在普通跟我的同龄人比 我相当于普通的同龄人 要干五六年的一个收入 所以就是说我自己亲身觉得 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 像以前曾经的中国一些创业者 都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那我还看到的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自己毕业之后 其实我也在做一个分析 就是说我们目前 中国目前的一个情况是怎样的 就是我们这个习总书记 提倡了一个中国梦 那中国梦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 会将全面健全一个小康社会 就是说大家口袋里面都有钱了 大家就是说整个就是说 已经不再是以前解决温饱问题的时代了 而进入到一个就是大家 一个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 就是大家就是为了就是说 现在今天我也许不是解决 为了吃好 就是只是简单的吃饱 而且我要吃好吃的越来越健康 好 那在2050年的时候 中国呢 就会建国一百周年 会达到一个富强 那个时候中国的目标 就是达到这个世界上经济 数一数二的强国 所以我想说的 我作为一个当代的 现在目前来说 还是一个年轻人 我看到的这个是未来 就是中国发展的一个趋势 这个经济在提高 那经济提高的同时 那其实真正的一个现状是什么呢 其实中国现在 目前的一个现状就是 美丽的中国雾霾笼罩 水的污染食品的安全 我暴饮暴食 缺乏锻炼工作压力 这都是我目前看到的 而且我的同学 我跟我同学方相比 我同学现在在国内 有些人 因为工作的压力 没有时间运动 很胖 而且这个都快突顶的现象 你说一个90后 一个还不到30岁的人 为什么呢 其实整个 其实就是我们 现在中国的一个 经济的高速发展 然后食品的安全 其实导致了很多的问题 而且中国目前也是一个老龄化的 就进入一个老龄化的时代 所以为什么要鼓励二菜的政策 其实在2050年的时候呢 全球60岁人口 也是占总人类人口的21.1% 这是一个联合国的报道 所以现在整个的趋势 还有一个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也是通过网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整个中国的一个情况 先从这个右上角吧 你看这是儿童医院 就是说目前还有300位病人 正在就诊 预计等待时间 约10到11个小时 这是一个儿童医院 然后呢 这是一个门诊 早上挂号 以及排队的现象 大家看一下这个中国 有些人会觉得 另外一个侧面想就是 哇 那这是很有商机的 我在国内要是开医院 会怎么样 对不对 我昨天还遇见一个朋友 他现在也是 就是在开医院 为什么 中国现在需求量太多了 这医院 真的就是 就是真的是人满为患 而且就是整个 但是其实整个 现在中国的大环境呢 真的就是 那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其实还是人就是说 没有去好好的注重这个身体的 因为高速发展经济嘛 好 那我想说的 那最后得到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其实越优秀的人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左下角啊 很多优秀像乔布斯 像我们的这个姚贝娜歌手 像我们梅艳芳都是癌症 对不对 还有我们后面的这个年轻的人是抑郁症 是 所以现在整个的一个环境是处于一个这个压力很大 而且属于一个亚健康人群 就是基本上我们现在这个癌症这个词是人就是身边的很容易听到这个词了 所以这样中国整个的环境是什么呢 其实也有专门的媒体就是专家进行报道 我们中国啊就是说 环境目前刚刚说到了环境是这个样子 但是那财富就是说能够解决这个环境的问题 它是不是背后就有财富 所以这个也是专家解释就是首先从中国的80年代初开始下海经商 那个时候是当时的一个趋势 后来进入股票的市场 后来关键的90年代房地产时代 后面的现在当下呢是一个互联网加大健康加抗衰老的 就是现在人们手口袋里都有钱了 大家想要去就是说能够吃的越健康 能够保养越来越好 这样的是一个趋势 而且不是我们说是这个专家保罗比尔泽他也说 他是谁呢 他是世面的世界的著名的经济学家 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作家 身价是过亿的一个美元的企业家 他给这个布什和柯林顿当过这个经济学顾问的 他也是提到中国未来的财富趋势 就是于这个大健康 就是这个抗衰老 因为人们这个需求量太大了 现在中国的一个 好那这幅图呢也是反映当下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现在人们口袋里有钱了 对不对 上面这个从20岁到70岁是一个正常人衰老的过程 那我想问大家 下面这个是目前当代越是混的好的 越是条件好的 希望自己怎么样 可不可以延缓衰老 那他们是不是在市面上会去寻找产品 希望能够 我想问的是大家 如果现在能够延缓衰老 你们愿不愿意 你们现在是不是想要 就是我60岁的时候 看起来像一个30岁的容貌 或者40岁的容貌和体魄 大家别说不信 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了解的 比如像赵雅芝 像我们的一些明星 像王飞等等一些我们这样的明星 看起来 他们其实赵雅芝今年都60多了 但是他看上去多大年纪呢 所以现在是一个动灵的时代 现在人们追求的 就是不仅仅是吃饱穿的 而是希望能够越来越年轻 所以他们在市面上寻找产品的时候 那怎样的产品是简单而有效 而且还有核心的产品 好那下面我来就讲 杰斯为什么可以在六年时间内 达到10亿美金 源于最根本的还是他的产品 他领先世界生物10年的一个 细胞优化管理系统的产品 好那我们先来讲 首先所有全道的产品就这么多 有些人会说 你们这个公司会不会有很多 像那些安利 像什么有200种 甚至300种400种产品 不我们杰斯就最核心的 就只有这么多产品 五款产品打造了六年10亿美金的一个成绩 好那在说这之前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这个市场份额有多少 首先在这个skincare 就是我们这个左上角是上面写的 就是我们的护肤品系列 有2620亿美金的一个市场需求 好一个这个 这个右上方叫wellness 就是健康产业有276亿的这个需求量 然后下面的这个体重管理有1040亿美金的一个需求量 以及最后98亿能量饮料的需求 这是一个市场目前在这个 但是这个市场上这么大的一个需求量 那我们怎么样去选择产品呢 对不对 这也是我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图 也是我们会员亲自的一个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会员 说实话这个人叫田姐 他说实话条件是比较好的 身边的朋友推荐 以及在市面上寻找这么多的营养保健品 他根本不知道每天吃哪一样 而且他给我的说他 你说他吃的好 你说这个产品好 他好像也说不上那么好 但是你说他不好 他好像就有一点效果 这是我们更多的人去吃保健品 体会到的这个感觉 而且如果你吃这么多的话 像90年代第一批吃保健品的人 现在这个肾脏已经不是很好了 为什么 你吃的多其实对肾脏的压力很大 也许你一方面补充了 但是你在肾脏这一块 他的压迫又大了 所以现在他是怎样的 就是现在很多的人 你看以前是吃这么多 现在杰斯就是简单而有效的 那为什么会简单而有效 就这样几款产品呢 因为 因为现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 保健品的定义 已经不再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些公司 营养型的 吃什么补什么补给型的 而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五代的保健品 是从细胞层面修复 从这个DNA干细胞层面进行补充营养的 所以在这个技术在发展的时候 我们整个就是 所以我才说杰斯公司 现在是一个朝阳的企业 我看到了这一点 目前来说 真的这个公司是值得大家 去花时间去投入了解 真正你看懂杰斯的人 没有一个不经营的 那我就来讲我们的第一款产品 叫做我们的这个Luminous系列 也是我们的这一套就是市面上 唯一同时修复与再生的肌肤保养品 好 我们这一套产品呢 先给大家说一下 这瓶精华露 大家可以猜一下 它在09年之前卖了多少钱 这瓶精华露在09年之前 是卖到12000人民币一瓶的 12000人民币 你没有听错 为什么会卖到这么贵 因为这个精华露 它不仅仅很多我们的外面 市面上的产品护肤品 只能修复 不可能是同时再生的 但是这一套护肤品 可以解决干性人 油性的皮肤等等 很多的肌肤保养问题 那它的技术到底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卖到12000人民币一瓶呢 首先 它的一个 那刚刚给大家看到这个是什么呢 是08年奥巴马解禁了这个胚胎干细胞的这个技术 这个干细胞的集合技术呢 其实我们这一瓶精华露 就是用这个胚带干细胞的集合技术 把它放到一个培养名里面 提取出来的这个生长因子 一会可以解释一下 就是因为这个生长因子跟 这个干细胞的这个集合这个技术啊 的结合 当时这一瓶精华露在我们的这位 纽曼博士 这位纽曼博士呢 是我们这个干细胞之父 也是专攻成人脂肪干细胞的 而且他是这个在美国 这个比复利专庄开了一个医美诊所 他是专门给好莱坞明星明园 整容整形的 一般预约他要一年以上 当时就是在他的这个诊所里面 这一瓶精华露卖到了一万二人民币一瓶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这个技术以及他的生长因子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首先介绍一下这个纽曼博士 在我们的CVDV也是有报道的 我可以用到我的治疗和我的技术 来治疗和把人们的自股症状 有些疗病的治疗 有些疗病的治疗 我认为 我认为 有些病毒的治疗 会有病毒的治疗 我认为 他们在治疗病毒 我认为 他们会有很多更好的治疗 这是最初的 在国外的媒体像ABC报道 都对我们的干细胞之父 纽曼博士有报道 好 然后还有呢 这个影片 我就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就先暂时的 大致的浏览一下 就是说让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纽曼博士让一个这个腮线 他当时得了一个唾液腺癌 然后把这个腮线挖去了 然后呢 纽曼博士运用这个干细胞的 激活技术 让微整形不动刀 把他这个脸又长回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皮下脂肪下面 有很多的干细胞是可以激活的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干细胞的一个应用 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 现在北京上海 我们干细胞储存 一次就要60万人民币 所以非常的高额 其实对这个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然后呢 我这个下面的视频呢 是我们的官方的一个视频 是专门讲解 就是我们的这个干细胞 激活技术 以及这个生长因子的 就是这个干细胞的激活技术 是怎么样 在就是我们怎么样 把这个胚胎干细胞的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技术 然后放到这个培养名里面 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放到这个 就是它是分离出来的 给大家看一下 嗯 嗯 每一种生长因子呢 我们是有248种 这么每一种生长因子 是可以激活一个干细胞起来工作 可以解决你皮肤的一个问题 好 那我给大家对比一下 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以前一个老包装 好 首先这是其他的 大家应该很多女士应该会比较了解 像Chanel的精华 然后还有Dior的 还有我们的瑞士的La Perry的这样的精华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价格 首先从价格上来说 我们这个杰斯的精华 这是我们的零售价格 我们的会员价格 现在是就是100美金都不到 我们的现在就是相当于人民币汇率 650人民币就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一瓶精华路 会员价格 我刚刚说了 通过简单的注册 我成为一个会员之后 你就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价格 但是为什么在09之前 09年之前可以卖到12000人民币一瓶呢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首先从Chanel来说 首先它的一个价钱是300美金一瓶 然后呢 它是有50种生长因子的 这个Groove Spectre 而且它提炼的是从植物的干细胞中 提炼出来的生长因子 大家可以听一下 就是它这个想当于是从植物的干细胞里面 那你想想 你查的是植物的信号源 你会不会脸上长出来的植物 这是一个专家说 开玩笑说的 但是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然后Dior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185美金一瓶 然后只有17种生长因子 它是从动物的干细胞里面 提取出来的生长因子 我们瑞士的La Perry 有50种生长因子 也是从动物的干细胞里面 提取出来的生长因子 那我们杰斯是从什么呢 是从成人脂肪胚胎干细胞里面 提取出来的生长因子 有248种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这个价格 你看La Perry 瑞士的这个是最贵的 50种就卖到了545美金 那如果按照同等的这样的话 一个比较的话 我们在09年之前 那卖到12000密币 是不是很合理 从这个技术上来说 而且我们呢 还是承认脂肪干细胞的 这个技术 所以这样的一瓶小小的 进化录 由于我们创办人 这一对夫妇的爱心 打造了杰斯这样的一个 APP这样的一个平台 因为大家知道 产品贵的是什么 贵的是这个技术 其实成本不高 所以一次现在全球 打全球销售到187个国家 所以现在达到我们消费者手中 只要650人民币一瓶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为什么杰斯的这个产品 在09年之前 达到12000人民币一瓶 好 那大家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图片 首先这个是一个 使用四个月之后的一个效果 有些人会觉得是PS 但是这是官网的 我们真的是微整形不动刀 然后这位女士 她比较较真 她只用了半张脸 在显微镜下看到的 大家可以猜一下 是哪半张脸 是这个左半张脸 明显这个左边法令纹 是高于这边的 而且在显微镜下看到 脸上是产生的是胶原蛋白 另外一方面 这位是一位60岁的女性 她用了6周的一个效果 只要6周 她在显微镜下看到 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然后这是我们山东的一个会员 真的是我只见过她 在右边这个皮肤比较好 就是已经比较好的时候 没有见过她 她左边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没想到她以前是这个样子 但是她说她才用了半年不到的时间 下一次我再去见到她的时候 她说她的皮肤会变得更好 也是为她很开心 真的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然后呢 这个呢 是我们团队的一个网红 小雪 她自己以前是做微商的 也是一个微商大咖 之前是用的是韩国的护肤品 她发现韩国的护肤品 是在这一段时间是盖过去的 就是说你看那段时间 她还是存在激素的 所以当时用我们的这个杰瓷的产品的时候 前面15天左右 一直处于一个豪转反应 在排脸上红的这种疹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那现在呢 她用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整个的这个皮肤是由内而外 最大的一个特点 用杰瓷的产品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亮了 大家会觉得就是 你包括 就是这个皮肤 这个从鼻子上 然后脸上 可以看到这种发亮的这种迹象 那她呢 也是分享了 她用杰瓷的一个护肤品的一个方法 首先很多 对于很多女性来说 就是大家都 一般都会擦这个精华 每天用洗面奶 洗完脸之后 你是不是一定要让脸上保持干燥 然后再上那个爽肤水 对不对 因为有些人说 如果你不把这个脸上的水分 擦干的 再上水的话 就会就很脏嘛 就有些人觉得 但是杰瓷呢 恰恰相反 就是洗完脸之后 要保持脸上的水分 要让它有水分 然后第一到两滴精华 全脸就可以涂抹 而且有些人为什么说 为什么可以呢 因为她的这个产品 是直接可以打到你的肌肤底层的 它目前 我刚刚那幅图上有写 它是一个市面上微脂囊的技术 它是细胞的400到600分之一 是目前最小的一个单位 而且我们这个产品 是完全不会长脂肪力的 有些人觉得 我这个脸上擦的东西很多 但是我吸收不了 吸收不进去 所以脸上就会起这种脂肪力 但是在杰瓷上面 是完全不会的 好 那之后呢 你比如说有这个穿字纹 眼带比较重的 我们有一个长效去眼带霜 你可以涂 好 然后还有一个叫 换颜金醉 是美白的 也可以涂 然后之后呢 就加上我们的媒体霜 和晚霜 白天的时候 你就媒体霜跟网霜 然后从这个下面 由下而上的一个提拉 你会发现 就是真的 就是说你运用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 因为我们皮肤 面部细胞更新是28天 所以你一个月这样坚持做 你会发现你的皮肤 真的是 你要叫针 你就做半张脸 好 那整个这个媒体霜 跟晚霜 白天是媒体霜 跟日霜之后 再打上我们的水面膜 我们的水面膜是什么呢 一会可以给大家看 好 那整个呢 我就给大家看一次 我们的产品 市面上唯一 同时修复与再生的 有这个洗面奶 辛华露 然后再用完了之后 媒体霜跟白天 是媒体霜跟日霜 晚上 媒体霜晚上 然后之后 就用我们的这个 补水面膜 水面膜 然后呢 把脸上这样 这样子 往右下而上的一个提拉 好 那最后呢 早上 因为有些人说 我的这个角质层 很比较薄 其实它最好的效果 是你带上水面膜 因为你之前 已经查了很多 精华液打底了吧 然后再查了 这个水面膜之后 你睡一晚上 早上第二天起来 就会跟我们的 网红小雪一样 你看它是怎么撕掉 这个它的面膜的 好 这个呢 你第二天早上 你用一段时间 像我们团队里面 昨天给大家讲解的 我们的小崔 之前也体验过 我们的这个 水面膜 真的是 是有变化的 大家可以 就感兴趣的 男士 也可以好好体验一下 真的在几天之内 就会看到一个皮肤的紧致 你不信 你上 就是上了年纪一点的人 大家可以就是说 比如说 稍微年长一点的 你可以用半张脸 试一下 你会发现 确实有这个提拉的效果 好 那整个护肤品呢 就是我就讲解完了 我们 这是我们杰斯的首款产品 好 那下面呢 就给大家讲一个 两分钟去 去眼袋 也就是我刚刚说 我们英国凯特王菲 特别喜欢的一个 两分钟就可以把眼袋吃掉 这位女士的眼袋也是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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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完全的面部状态 如果今天你的眼袋比较大 你确实就显得人很老 但是你眼袋一旦去下之后 大家可以看 由80岁直接瞬间 我就觉得回复到了五六岁的状态 这是他很钟爱的一款产品 然后呢 我们的英国凯特王菲也是在他的这个 Instagram上 推特上 全部都说了 他这个产品好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公司再厉害不可能请王菲做广告 因为外国人他这个参加party聚会特别多 所以这种它是一个及时性的化妆品 在杰斯这个产品当中 它的这个科技含量是比较低的 但是呢 它的这个需求量以及这个效果 畅销程度很高 这个两个人确认单 那再讲一款就是去年 去年的一款新品 年初的一款新品叫做NV 这款产品呢 真的当时一上来之后呢 很多人就觉得哇 这是一个跨时代的产品 为什么呢 现场肯定有女士 每天都是要用BB霜跟粉底液的 那你们用这个最大的一个干心是什么呢 是不是堵塞毛孔 然后呢容易出油啊 然后让自己这个就是皮肤 就是一开始像我太太之前用的是那个阿玛尼的 但是后来我越看怎么 这个皮肤怎么越来越干 而且就是皮肤这个看起来就是越来越差这个皮肤 是因为他这个粉底啊有的粉底是根本就不透气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粉底液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你带着他睡觉啊 你带着他去游泳他都不会脱妆啊 我们这个就是说女士有些女士爱游泳他根本就不敢就是查了粉底之后根本就不敢上水 怕妆花了 那我们这个是防水效果特别好的 而且他可以带着睡觉是轻薄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这个 杰斯独家研发的apt200的这个成分以及这个技术 它里面也是有生长因子的啊 所以就是说他可以带着睡觉 如果今天你特别辛苦的话 而且他的保湿效果补水效果无油的啊 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 而且他有九种色号可以选择 嗯 而且我也问过一个师傅啊 就是他说喷的 因为我们这个是可以喷的粉底液 就是喷的永远比刷的啊 一擦的要饱满一滴精米 而且首先他会分为三个 一个叫妆前乳叫primer 就是妆前乳打底 所以要画一个Z字形 好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蓝色瓶子的叫做粉底液啊 就是他有九个色号可以选择 你今天可以用一个 这个淡一点的颜色 白一点的颜色 珍珠白的 也可以选择一个小麦的肤色 都是可以的 最后呢 有一个bronzer 是在你的画一个Z字形T字区 让你打高光打侧影 我们中国叫shimmer啊 让你的更加的立体 精致 好 那这是一个前后的对比照啊 这个呢 现在目前在奥斯卡 很多明星都喜欢这个产品 因为他可以护肤的粉底液 每个明星 你现在包括上节目 中国现在网红越来越多啊 大家都希望能够用到好的产品 能够就是说在啊 就是在好看的同时 还可以有一个保养的效果 好 那我在这呢 就是也是给大家找了一个视频 一个外国人 给大家看一下它是怎么喷一样的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它是怎么喷一样的啊 简单一喷就搞定了 非常地简单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 它现在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前后效果对比啊 确实就是它的变化还是很大 你看外国人他喜欢打这个高光 你看它的这个皮肤 确实是 就是变化很大 这是so good i love this stuff 所以就是只要通过的简单的一喷啊 你知道慢慢的熟练之后 你整个的前后对比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它用之后啊 在用之前你看这个整个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服贴程度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 也是我们的外用去年一款新品 那现在呢我们就讲到我们的内服产品 首先这一代精华这个配权精华 它叫啊英文叫做reserve 是我们杰斯的这个啊 本世纪最先进的抗老生命 不知道大家现场的有没有朋友还没有看过的啊 没有看过那我不好意思我只能说 确实有点out 确实这个产品目前在中国太畅销了 而且就是就是这个携带方便 它为什么会这么畅销呢 首先第一个我刚刚说的 如果今天不知道的话 确实要去了解一下 第一个就是不同的人喝的味道不一样 这是第一个啊 不同的人 比如说你今天是血年柔血脂高 你会觉得酸 如果今天你的肝胆不好 你的这个胆囊如果是被切除 你会觉得很苦 然后 如果你是脾胃不好的人 你会觉得很咸 就是说舌下通过 它是通过一个宇航员的技术 叫悬浮凝胶技术 舌下吸收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能够在短时间之内看到你身体 目前内环境处于怎样的一个状态 如果今天你是这个骨质疏松 以及这个就是 叫做这个叫什么缺钙 你会觉得舌头发麻 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的人 你他也会觉得舌头发麻 而且腰间盘突出有的导致神经 就是说衰弱睡不着觉 他会觉得恶心 就是喝这个配犬反映出来的 正常的人是肝甜顺喉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是第一个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泰国人的技术 让人能够短时间快速 能够产生的感受到你身体 目前的一个状态 第二个就是明星 我们大家也知道 我们现在目前明星他们是 因为我们人整个的过程 就是从出生开始到慢慢的衰老 就是人在不断的氧化 大家可以理解吧 这个就是人我们从出生开始 我们为什么会衰老 就是在不断的氧化 那今天我们要怎么样保持联系 就是要抗氧化 那怎么样抗氧化 那明星是不是更要抗氧化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上面有太多的明星 在使用我们的配犬进化 像郎平教练打排球的 像李小璐的孩子甜心 也在吃我们的这个配犬进化 像曾志伟 像曹蒙乐队 像刘云 像奔跑吧兄弟 像景田 像李承 像范冰冰 他们其实私下都在吃我们的这些产品 那为什么会 就是说这个杰斯的产品 为什么会有这么厉害 就是能够让 这么多人吃 而且是从婴儿到孕妇都可以吃呢 大家可以看 这些宝宝是不是很可爱 对不对 我看到这些图片也确实很可爱 如果能够让孩子们的吃 能够让孕妇吃的一款产品 是不是一个好的产品 那为什么可以让 孩子跟孕妇吃呢 因为它有这个哈拉的症 这个M标志 这是一个清蒸的症 就是清蒸就是我们 中国有很多那种清蒸牛肉面管 对不对 它其实有一个专门的症叫做哈拉症 只要能够获得这个产品的症的 就是纯天然的 然后呢 它是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症 是每年都要更新的 所以就是这款产品真的是 从婴儿到孕妇都可以使用 那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好的产品呢 它的核心成分叫做白梨卤唇 它的英文叫做Wesvirtual 大家可以去查 有很多的著作书都是在写这个 叫神奇的白梨卤唇 那它是怎么来的呢 是90年代 美国的科学家去法国的布尔多考察 发现法国人喜欢吃鹅干 鱼子酱等等这些 引起这个胆固醇升高 高蛋白 引起这个胆 就是引起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可能发生的食品 他们喜欢吃这个 但是他们还延年益瘦 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法国人喜欢喝红酒 对不对 红酒的功效大家当然都知道 在红酒当中 特别是红葡萄皮当中 发现了白梨卤唇这个成分 但这个成分非常容易氧化 就是说目前只有五家公司可以提取 三家在美国 一家在德国 一家在日本 我们是其中一家美国的公司 好那我一会也要说 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家的白梨卤唇 首先白梨卤唇这个 这个就是它的功效是有哪些 第一个它能够激活我们的长寿基因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这一代配陈精华里面 相当于186瓶当中红酒 含的白梨卤唇的含量 我们说你今天再厉害 你不可能一天喝100多瓶红酒 对吧 那它的抗消炎的效果 比抗生素高60倍 抗这个OPC 就是抗自由基 抗自由基的能力 其实就是排毒 我们西医上叫做抗自由基 我们中医上叫做排毒 就是说 我们比这个葡萄籽高40倍 抗氧化的能力 比维生素高800倍 而且还有一个增加抗癌的效果 我们这个不是完全去治好癌症 没有这个效果 我们是辅助性治疗癌症 为什么 一会我们会讲 有一个断血疗法 所以我们有这个抑制肿瘤的 能够辅助性抗癌 以及抗动脉硬化 冠心病 高血脂高血栓 以及有效控制血沙浓度 像我的那个舅妈 就我刚刚提到的 四个心脏支架的人 六个月不到的时间 吃我们的白里乳醇 为什么可以变好 为什么就是感觉 有指标上由内而外的 就是因为白里乳醇这样的 一个天然的抗氧化剂的功效 好 那我刚刚也说到了 为什么要选择我们的白里乳醇 首先我刚刚提到的 悬浮凝胶技术 这是一个太空人的技术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悬浮凝胶技术 它通过舌下粘膜吸收 可以达到吸收率的95%以上 仅次于静脉注射 那以前我小时候 我妈给有时的 药片药丸 胶囊 贴片饮品 吸收率只有10%到50% 非常的低 真的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也说到 第一批吃保健品的人 肾脏为什么不好 大家可以看到 它吸收率这么低 那多的部分靠什么代谢 靠肾脏代谢 好 那这是第一个技术 一个太空人的技术 通过舌下粘膜吸收的 就是说它未吸收率很低 主要靠舌下吸收 就是我们这一袋白里乳醇 这一袋配线精华 是含在舌下 一到两分钟 就会反映出一个味道的 当然也是提到了 好 那第二个特点就是 我们是以一个钻石的配方 黄金的比率 由这八种高抗氧化的水果 跟植物的精华 以一个复方加成的效果 去达到了这样的 那复方是什么意思 大家如果用过精油的人 知道 单方的精油作用单一 复方是有多种效果的 所以整个这一套 就是核心成分白里乳醇 加上这 大家可以看 这八种高 就是高抗氧化的水果 跟精华 你如果单吃是不是 感觉都很养颜 对不对 你每天都吃 而且我说实话 我们现在中国的朋友 怎么样 怎么样可以吃到北美的 我们这样的 这么好的这种 葡萄 红石榴 蓝莓 因为在中国来说 这种污染还是算 确实还是比较严重的 美国的都是我们的 进口产品 对不对 我们有时开玩笑说 我们白鲤鲤鲤 你大家吃的都是进口水果的 果树精华 所以就是整个的 这样一个复方加成效果呢 让我们的吸收 这个细胞的吸收率 接近百分之百 所以才达到了这么一个 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好 那这位呢 是我们台湾的一个青年作家 叫李鲁 他得了我们的这个癌症 确实得的是一个我们的肺癌 他写了一本书 叫癌症是一份伟大的礼物 他是通过 与癌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斗争的过程 然后以及感谢杰斯公司的产品 让他恢复过来了 他是完全控制住了 但是我们一般知道癌症得了癌症的人 我们一般要观察三到五年 所以他坚持在每天吃我们的配卷精华 达到一个稳定的效果 也配合医院再积极的去治疗 就不是治疗 就是积极的去检查复检 去做体检 那最主要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能够让他从这个癌症中康复过来 主要的就是这个断血疗法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癌症这个词 我们人人都不陌生 那真正就是我们每个人 一天会产生三千到一万个癌细胞 你自己的免疫系统起来工作的时候 这个癌细胞没问题 完全可以杀死 但是如果一旦你今天压力过大 大家可以看压力过大是引起我们癌症 特别是女性妇科疾病的一个根源 压力过大 心情抑郁特别不好 就会引起这样的疾病 然后你的饮食不规律 那一旦癌细胞长到超过三毫米的时候 就会分泌一种尿激素 来使附近的微血管增生 然后慢慢就包裹起来 所以癌症非常的快 一般是六到十二个月 就从早期中期到了晚期 所以那白里瘤唇有怎样的一个作用呢 它可以综合掉这个尿激素 就是你这个癌细胞释放的这个尿激素 它可以综合掉 然后让你的微血管 不滋生新的血管往旁边 最后呢因为缺失养分 最后癌细胞就凋亡了 好这是它的一个断血疗法 所以我们整个配全的一个功效啊 就是我自己也喝的这个 这个配全精华的这个功效 起掉的一个最根本的作用 是从细胞根部开始给我们进行排毒 我们西医上叫做抗自由基 中医上叫做排毒 就是说给我们人体 扫去我们身上的灰尘 它是一个抗氧化的效果 吸收率主要是吸收率好 人吃了吸收 那第二个呢 当我们排出了垃圾之后 那是不是要补充营养 那补充营养就是我们这位 Wincent Jampapa博士 他是目前我们杰斯公司 在2014年获得洛伯尔奖提名的 然后呢 他是我们美国宇航局 太空总署的营养学顾问 我们那个悬浮凝胶技术 也是因他而拿到 好那他也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就是说报道出来 他获得了这个爱迪生奖 目前只有四个人可以获得 一个是爱迪生本人 一个是乔布斯 一个是特斯拉的创办人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特斯拉聊不聊 就是那个汽车啊 他的一个口号就是 让全球没有异国链 从北京到温哥华 未来只要40分钟 大家可以关注他 他也是非常有成就的一个人 下一个人就是我们的 Wincent Jampapa博士 他获得爱迪生奖 他为什么能获得爱迪生奖呢 也是因为这个端利 与端利梅的这个修复的这个技术 以及他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AMPM 对就是我们的 Wincent Jampapa博士用12年的时间 6亿美金的整个研究过程 研究出来了我们的AMPM 那AMPM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东西呢 首先它是一个DNA基因修复早晚系列 它是这个就是我们是中文翻译过来的 英文叫做DNA Repel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可以修复DNA 你说厉不厉害啊 很多产品哪个产品敢写 我这个产品是修复DNA的 但是这款AMPM敢 因为它也是一个太空人的产品 AM就是顾名思义 就是我们早上PM就是我们的晚上 早上两颗AM 晚上两个PM 补充我们一天全方位的营养元素 我刚刚也说到了 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 就不像以前是要吃一把 比如说什么维生素C 维生素B足 什么辅酶Q10等等的 就要吃一把营养素 维生素ABCDE 这那么多 像我妈小时候 我妈就给我吃很多 但现在呢 技术已经 早上两粒 晚上两粒 补充你全天的营养元素 然后呢 这个营充是由加拿大跟美国的专利号 撕开 就是它这个是可以撕开的 一撕开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一样元素都写在上面 像很多珍稀的药材 像什么冬虫夏枣 我一说冬虫夏枣 我就非常的那个 我以前我妈给我吃冬虫夏枣 但是每次给我吃过量 导致我流鼻血 但是这个它的这个量是由这个 就是科学家严格的把控的 像我个人来说最喜欢的就是 这个 PM我吃了之后是做梦的 因为就吃了 就很多人现在睡觉他多梦啊 也是压率增大 然后呢 也是睡眠的这个不规律 但是吃了这个PM之后 我可以反正 我目前啊了解到的人群 以及我目前做了两年去市场上走动 吃了这个PM的人 他目前睡觉来说都是没有怎么没有做梦的啊 我目前采访过的人 所以大家愿愿意尝试愿愿意去了解 大家可以去好好的了解 当然了 AMPM配合我们这个配权精华的效果是最佳的 他们叫黄金搭档一清一补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配权是清理作用 AMPM是补充的作用 好不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的这个CCTV呢也报道了 就是说 报道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端粒啊 越长越结实啊 人就越年轻 再给大家看一下 简单的说服 端粒越长 越结实 郑重 那什么是端粒呢 我们一会可以讲一下 就是首先我们的AMPM 是加强我们这个修复端粒的这个速度 就是补充营养 然后呢我们下一块产品就是我们 我们杰斯这个利林真正利林的产品 以及这个跨时代的这个技术就是我们下一款产品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端粒 首先这个端粒呢 就像我们看到这个中间这幅图啊 这是一个染色体 我们人呢是由染色体构成的 它端粒英文叫做Telomere 然后它是这个染色体的四个端头 好 那这个四个端头有什么作用呢 首先给大家看一幅图啊 就说20多岁的人他的端粒是很长的 然后到60多岁的人他端粒是很短的 也就是说我们细胞在分裂的过程当中 每分裂一次这个端头就会磨损一次 你的器官在修复嘛 那越磨损是不是就越短了 那所以说我们 那这个呢我当时也是就是说去 就是专门我们有杰斯大学去学习了解 当时呢我们的科学家就讲到了 科学家讲到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中国25岁到35岁 我们是不是就是最佳生育年龄 就是说要要小孩的 但是我们中国把它定义为是一份传统 你不可能让一个50岁的人去去要小孩吗 那其实对下一代很多人都说不健康 那小孩生出来就容易体弱多病 那为什么呢我们没有解释对不对 但是我当时去了解这个专家就解释啊 其实是为那个最佳生育年龄 是为了保护下一代端粒 这个复制端粒的这个起始值 所以就是说大家想一想这个端粒重不重要 端粒非常重要 我们细胞每分裂一次端粒就会磨损一次缩短一次 好那我们的这个技术到底是怎样 一个跨时代技术就是因为这三位科学家 在2009年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端粒与端粒酶 这个人类的伟大发现 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奖生理学奖和医学奖 就是这个 那他们是怎么发现 他们就去全球的长寿村考察 发现啊 给大家看一下 发现呢 这上面有写啊 飞乐的专利成分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瓶子啊 就是这个青春飞乐胶脑 里面最核心的成分叫做TA65 那就是这三位科学家去全球的长寿村考察 发现在葫芦八子以及这个黄芪当中 有少量含有这个TA65这个成分 那这个成分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端粒酶产生 然后这个端粒酶产生 让端粒稳定甚至延长 10到15年 目前我们其次的技术就在这里 那怎么样查这个技术 大家可以上这个美国的政府官方专利网站 www.uspto.gov 这个上面 大家就可以查 AMPM跟非粒体的这个专利号 而且这一款产品现在进入了 像什么德国 日本啊等等的一些啊 这样的呃 国家我们的这个杰斯产品都可以进入 这些就是说对这个产品要求是质量非常非常严格的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跨时代也是我们最重的一个产品 就是我们最贵的啊打引号最贵的啊 然后最利盈的就是靠这样的产品 那大家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对比图啊 首先从我们的左方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威廉老师啊 也是一个前后对比 实用前实用后真的是越来越年轻 也许大家还不知道威廉老师的年纪啊 那我现在也保密啊 也不告诉大家啊 威廉老师确实在这个他每天吃八颗非乐啊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啊 这个我们的四大医学顾问之一 也是我们的威廉博士 哎大家可以发现啊 姓威廉的叫威廉的都很有成就对不对 然后这位威廉博士呢是四一年生的 我们今年已经78岁了 但是他呢其实他都年轻了10岁 就从整个的变化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端力重不重要 端力非常重要 而且他找了一个老婆 就是他这个女朋友啊 是30多岁33岁的年纪啊 你想一想一个78岁的人找了一个33岁的 那真的是这个精力体力以及这个端力如果不年轻的话 而且呢还有一幅图是中间这一幅图 是我们目前世界上活的最老的一个人 256岁啊 这是真的真实的事情大家可以去查阅啊 叫李清云 大家可以看一下从他的这个皮肤啊 我刚刚也说了 这个眼袋是不是看 如果他今天把眼袋去到我相信也会年轻 年轻很多 但是他真正的能够保持他的一个是一个平和的一个心态 第二个是他的一个端力 因为他也是在我们一个长寿村里面被发现的啊 他的饮食习惯 以及他吃的这个成分也是含有TA65的 所以端力是非常重要的啊 大家今天希望能够听了这个之后 能够对这个端力引起这个重视啊 英文叫做Telium 我们人真正年轻是由内而外的一个年轻 有些人外表看着很年轻 但是内部的这个端力还不知道多少 不知道多少岁呢 对不对 好那下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明星 也是我们的明星产品 也是我们前年的一个新品叫做Mine 就是我们全球的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科学家发现 目前只有蚕丝蛋白 就是大家残宝宝啊 那分泌的那个蚕丝蛋白 当中其中CRQ症物质 可以作用于我们的脑部 对于有患老年痴呆 预防老年痴呆的患者啊 会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而且他增强 明显的增强了学习的记忆力啊 我们团队也是很多中高考的学生 都在吃这个Mine 效果非常明显 还有这个茶氨酸 它里面有可以舒缓压力 对一些抑郁症患有抑郁症的人 会有这个我们中国也把它翻译 叫聪明果汁 开心果汁 好 然后还有一款产品是我们2015年出的 就是体重管理的 我们的老板通过他减了30磅 那是怎样的一个产品呢 需要吃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它主要是改变我们的形状 比如我们体重没怎么改变 但是我们的这个形状改变了 我们的裤腰带 有的人说我们的裤腰带变紧了 这个产品就是 从我们首先从我们改善我们的这个 第一个月减掉你器官上的脂肪 像脂肪肝啊等等 第二个月减掉排掉你脂肪中的水分 最后第三个月是改变你整个的肌肉比例 好 那这个全套呢 就是我们的整个细胞优化管理系统 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简单明了 而且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我 经过短暂的就是这样学习 不断的重复 大家都可以把这个官方的东西 可以表达出来 它的技术 所以把人如果比作一个房子的话 我们的百里流传是打扫我们房子的灰尘 AMPM是修补我们房子的破洞 端力技术 我们的青春飞乐教堂 是我们的把我们的房梁稳住 最后我们的Mind 是让我们这个整个房子变成一个智能化的房子 然后最后 我们的干细胞集合技术 我们12000一瓶的这个进化露 这一套护护品 让我们的房子焕然一新 然后我们的NV 让我们再让我们再让提升一个这个年轻的一个感觉 所以整个大家感觉杰斯的产品好不好 杰斯的产品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但是有些人还觉得就是说这个杰斯好像产品贵 杰斯的产品 我每次在说 说实话 有些人现在还觉得 就拿着钱 他都在寻找 就像我说的那个田杰 他都在寻找 到底怎样的产品才是有效真正了解的 所以我真诚的希望大家 花时间来了解一下杰斯的产品 花时间去体验一下的产品 今天你同样也是用产品 你换一个牌子用 把你本该花的钱换一个牌子 你看一看 这样的一个精品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好不好 说实话 在这个平台上 像我们年轻人也是真的被这个产品深深的折服 真的是领先世界生物10年的一个产品 好 那这么成功的一个产品 那背后 那能够推往他的 就像我们说的像飞机的两个翅膀 一个是我们的产品保障 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交互式网购平台 的保障也是全球电子商务 这一句话最关键的点叫全球 就是创新模式刚刚也提到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APP 打通了全球的像我 一个普通的学生 能够现在把市场做到全球30多个国家 像什么新加坡 像这些数字数 像韩国像这个日本 马来西亚像这个泰国 像这个太多了 像欧洲我们马上去的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APP 因为我们是纯分享的 大家都拥有自己的网店 那这样一个小小的APP 它的理念是什么呢 它的理念就是在消费的同时 还能够分享还能赚钱 就我们当下的分享经济 但这个理念 杰斯公司是2009年就提出来了 2005年在北美美国这边提出来的就是 这个叫做把消费者变成消费商的这个理论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消费者给这些企业家老板创造了大量财富 但却从来没有参与这个财富的利润分配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今天我想问在场的每一位 在场收听的每一个朋友 你们是不是都有手机 当我一说出你们用的什么手机的时候 苹果三星小米或者说华为 你无形 都给这家公司做了广告宣传对不对 但这家公司有没有给你任何的广告费用呢 没有 但现在的实在改变是什么 当你在消费的时候 我今天我吃的是杰斯 我觉得这个好 而且现在还有很多别的平台 就是很多别的产品也是这样 但是杰斯这个平台就像我说的 产品的需求量 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而且真正能够做到全球的 目前我了解 只有杰斯这一家公司能够做到全球 马云只做到了十几个国家 为什么 对这个要求互联网的 这个背后的这个技术要求非常的高 好 那今天我用杰斯的产品 我在说的同时 我还在分享 他一旦分享 他愿意去买 他其实就跟我有关系了 这是我一会儿马上就要讲到的 我们杰斯这个平台 为什么会有关系 好 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新型的这个商业模式 首先 一个传统的就是说一个产品出来 总代 世代 审代理 现代理到消费者手中 经历了这个大量的这个就是差额 这个中间这个利润分配 其实消费者买到了很贵的产品 但是由于我们互联网的兴起 现在 我们一个产品出来 只要通过互联网 拿到消费者手中 首先第一产品价值便宜 第二大家 包括我们现在滴滴打车 包括我们的支付宝 包括我们的微信上面很多的 我们在分享的时候 还可以赚钱 这就是一个时代 就是这个营销模式的改变 还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开一家餐馆 我们的厨师在十年前 也许是发工资给他对不对 现在哪一个厨师不是股东之一 为什么 你只有改变这种营销模式 把这个厨师变为我们的这个参与 这个合伙人之一的时候 他才能够更加亲力亲为 就像我们消费者一样 我们消费者 在不仅仅在消费的同时 他觉得好 他真诚的分享 他还可以赚钱 那是不是这个整个的商业模式的改变 就是非常的 这个是真的是跨时代的 所以美商杰斯公司在09年 只要通过简单的注册 你就拥有自己的网店 3W.你喜欢的名字 Janesglobal.com 然后拥有一个J Mobile你的APP 上面所有的金流物流 这个奖金系统发放 钱都可以搞定 首先我们这个杰斯合作的是 全球五大信用法公司 银联我们还在审批当中 好第二个我们有无国界的银行卡 这个就是每个人发一张黑卡 是只可以取 不可以存的 然后这个呢 在日本取日元 中国取人民币 然后合作的 这个AUE合作的 也是当下最热门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快递 运输系统 中国是顺丰 美国是EPS 好 那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今天一部手机 有的一部电脑 这就是我目前的一个杰斯的状态 我走到哪里分享到哪里 我就市场做到哪里 所以这也是给了一个机会 像我和我太太现在 其实也是通过之前的努力 在就是我们在加拿大已经定居了嘛 现在我们在多伦多 但是呢 因为杰斯这个平台 我可以回到中国去做市场 而且还不耽误我赚钱 也不耽误我去透过他们这个视野 我还可以看爸妈 还可以跟朋友在一起 现在我的朋友多少人 因为我和我太太今年 马上七月份也办婚礼 现在我加拿大这些朋友 都因为上班 请不到年假 去不了参加我的婚礼 我说这也是真是可惜 我说你去不了 但是你随着这个分子钱 你要给我 对吧 开玩笑了 所以就是说 真的就是说杰斯平台给我带来的 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 真的就是让我觉得就是说生活方式 而且是一个团队力量的生活方式 你说我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一个人 在这个平台上 这么多人愿意帮助我 这么多人团队愿意 一是因为他产品好 第二是团队整个系统打造的文化 这个奖金制度是修复人性的奖金制度 好 那下面我们来讲 为什么说他修复人性 他一共有六项奖金制度 他打造的是一个互帮互助的过程 好首先前面两项是我们传统的 叫做有做有钱 没做没钱 好第一个零售奖金 就我们刚刚说的 每个人有一个官方的网址 只要任何一个人上这个网址 他进去看到所有单品价格 单品的价格 都是零售价格 那一旦他购买之后 他就会有一个差价 因为你自己注册会员之后 就简单的像微信一样注册会员之后 你拿到的是一个会员价格6.5折 所以这个差价直接打到你的APP 直接打到你的APP里面 好这是第一个奖叫零售奖金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分享的是我们的朋友 对不对 那你肯定不想挣朋友的钱 那朋友呢我就会推荐他自己注册一个APP 然后呢自己体验一套产品 那怎样呢 第二个奖项就是推荐奖金 我们杰斯公司是完全不打广告的 他推荐奖金分为40美金到500美金不等 你要让你帮助一个朋友获得健康 就是让他吃好吃出效果 你就可以获得200美金的推荐奖金 一次性的 如果是一家人吃好 就是500美金 就非常的简单 大家就按照这个去可以想象 像我之前帮助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他吃好 第一次他一吃我就获得200美金 后来他带了 他自己在吃的同时 他后来又分享了五位病友 他自己一下子 你想一个人就200美金 那五个人是不是1000美金 所以通过简单的分享 前面两个奖金 对于新人起步来说是非常简单的 而且是 福士华现在在一些三四线城市 二三线城市 一个月才三四千人民币 四五千人民币 但我们在这个平台上 所有挣的都是美金 所以一个月 你只要分享一到两位朋友吃出健康 你就已经赶上低一些城市的 一些普通的人 上班一族的人的 生活的所有来源费用了 好的 那我们现在重点来讲 第三个奖项 第四个奖项 第五个奖项 第六个奖项 首先呢 好 首先呢第三个奖 叫做我们的这个消费积分奖 我们平时也把它收为 就是我们的这个重复消费奖 就首先前面两个奖项 是你首次购买 你要吃出效果 你才会去分享 对吧 或者说你重复吃出效果 我今天花了钱 我吃出效果 我才愿意去重复购买 对吧 所以第三个奖 就是我们在重复消费的过程当中 能够得到的钱 然后简单一点说 叫做积分奖 也就是我们每900点积分 就可以换35美金 大家可以看这幅图 就这个理念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去乌尔玛 平时生活中就有这个理念 我们去乌尔玛 买产品消费了之后 每250点换一桶油 这可以理解 那我们在这个里面 每900点换35美金 那在这个奖项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第一个特点叫做无线上传 上下共享 那无线上传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个人 就在 首先我是你的网店 我在网店里面一打开 我的这个手机APP里面 就自动的就产生了左和右 两个营运区 就是我这个手机里面自动的 它就分为分化好了 就是分成两半 批成两个直线 就两个直线 大家可以理解吧 就是我的左直线跟右直线 就是他自动自己系统化好的 当我左直线我推荐一个朋友 北北京的朋友 他开了网店之后 他再推荐 他又有左直线和右直线 他又推荐了日本 泰国 好 那当泰国有1000积分 这个CV就是积分的意思 泰国有1000积分的时候 日本也会获得1000 北京也会获得1000 我的左市场也会获得1000 好 那右区呢 好也是同样的分享 意大利产生了400 延级 纽约也产生了400 然后延级可以获得多少呢 800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积分的来源很厉害 是我们左直线市场积分的和 加上右直线积分市场的和 加在一起的和 上传给你的推荐人 就上传给你的网店 好那延级上传了之后 又上传给英国 英国又上传给你的右边网店 那所以这个叫做无限上传 也就是你下面有几千家 几万家几十万家 只要有一家有上传分数 他就会不打折扣 一直上传到我们杰斯第一人 KIM会的账户里面 好那大家会觉得 那这个相当于下共享了 就下面人可以帮上面人挣钱 对吧 那想一想 我们还有一个上下共享 那怎么上下共享呢 比如说像北京 我推荐了一个北京的朋友 他只是一个消费者 简单的消费者 但是呢 今天我呢 把它当做一个事业来做 我再分享 那日本和泰国全都是我分享的 但北京完全不认识 但是北京却享有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提到了 我们所有的是一条直线下来的 像串葫芦一样 那所以在北京 他串第一个葫芦的时候 他串进去了之后 他就没办法掉了 所以日本他只能排在 串在北京的下面 泰国也是一样 所以北京 他今天只是当一个消费者 吃产品 但是他却可以共享我的人脉 以及日本 未来泰国 他们所有团队的人脉的业绩点数 所以大家想一想 我们做这个生意 其实是整个把大家所有的人脉 放到这个篮子里面 放到桌上来共享 好那怎样得钱呢 首先只要在你左和右两边 任意一边 这个600跟300是一个固定的值 任意一边 左边600可以 左边600 右边600 右边600 左边300 这是一个固定的数值 就会产生一次35美金 好 那一周可以产生多少呢 可以产生75435美金 一个月就是4 再乘一次就是105,000美金 相当于 约等于70万人民币一个月 所以在这一块的奖项 就是一块的奖项 可以得70万人民币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 但是呢 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这个钱可以等出来 那怎么等出来呢 只要你认真的体验产品 认真的 简单的通过分享 通过团队的力量去分享 这个钱可以等出来 怎么等出来 因为我们是全球一张网的 也就是说你在左直线串葫芦的时候 右直线串葫芦的时候 就团队串葫芦的时候 因为今天不仅仅是上面的北京 日本 你的这个市场可以做到英国 法国德国日本等等全球的国家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今天我只能做到当地的话 这个市场局限性很小 你今天如果可以做到全球的一个市场范围 而且它的全球有什么保障 有三大保障 大家可以记住 第一大保障是我们的价格统一 我们只有两个价格 今天我是一个做了两年的人 还有人做五年 做了六年的人 他拿到的价格跟我现在目前 你刚刚今天加盟 一样的价格 零售价格 会员价格 就这两个价格 好价格统一 第二个 产品统一 就是我们今天不管你全球拿到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品 全部是生产于 Made in USA 就是在中国 在美国制造的 就是说它的产品 而且它整个这些生产过程是由FDA认证的 所以它是全球一张网的保证的你的产品价值 像我们很多的直销产品 在中国必须是在中国制造的 这是它当地的法律 就是这样 就是你只要是 但是我们是一个跨境电商 我们走的就是所有保证的就是全球一张网 价格统一 产品的这个质量统一 好 那最后还有一个统一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奖金体系奖金模式统一 今天你就通过这个手机的一个APP 你全球大家这个盈利的这个模式全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说赚钱的模式都一样的 但是很多像我了解到的 大家一些网络营销的行业 比如说像如新呢 像安利呀 像等等的这样的所谓的直销平台 中国是中国 这个亚太是 就中国是中国 欧洲是欧洲 北美是北美 就是全部是分开的 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这个全球一张网代表的是 价格的统一 产品的统一 以及奖金制度的统一 而且我们在全球市场不断的翻牌翻牌 再翻牌的过程当中 只要你在左边这个串葫芦找到一位大老鹰 给他两年两到三年的时间 右边找到一个大老鹰给他两年的时间 你就被封顶了 你就在这一项奖金 你可以拿到70万人民币 大家觉得好不好 我个人来说是觉得挺不错的 而且我也是个人生体会到 团队的力量在左右两边串葫芦的时候 有一句行业有一句话叫做 期待之内必出老鹰 我们确实看得到 在我们在第五第六代的时候 就会出现好的经营者 再给他一到两年 两到三年的时间 难道这个钱我们不可以达到吗 不 这个钱取决于你敢不敢想 以及你敢不敢 把这份爱情分享出去 好 那这是第二个奖项 叫全球医生 最后一个第三个叫做积分不归零 就是我们的 就是保持我们这个重复消费 我刚刚也提到 重复消费的唯一一个要求 就是每天喝一袋这个配权 然后呢每个月用一瓶精华露 或者每个月用一瓶AMPM 吃一瓶 大家觉得这有压力吗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产品好 你需要的话 一个月才一盒 每天才一袋 或者老板还给了一个很好的福利 就是你每个月推荐一家新的加盟店也可以的 就是每个月推荐一家新的加盟网店 也可以让你的这个网店保持活跃 好 那这个呢我就 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要想讲的是 老板其实他设置这个 就是让大家为什么要去每个月消耗一盒 其实是希望大家用上产品 如果今天他真的只是设置 每个月推荐一家新的网店 那我们这个平台就成为了一个推销的 成为了一个这个 就是不是以真正用产品用爱心去帮助别人的平台 真的是一个推销品 所以他整个是非常巧妙的 好 最后在这提到一个站位的重要性 就是在这个澳大利亚这个人这 其实比如说今天英国跟澳大利亚同时听我这个线上的作目 但英国简单的相信他体验了一个产品或者护肤品 他占到了一个位置 澳大利亚考虑了两周 那区别是什么 沿吉意大利紐约法国 跟澳大利亚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但是跟英国是息息相关的 那每个人都是有左右两个市场 那这样未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错过了很多的市场 所以站位的重要性 有时候简单相信是一种福气 好 那下面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第四个奖 也是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越是成功的企业家 像我们的威廉钻石也是看重的这个管理奖 我们才真正开始启动这本事业的老师 好 那首先我刚刚也说到每个人有左右两个市场 像串葫芦一样串下来 那首先呢只要是你直接分享的网店 就是你的一级网店 然后呢一级网店他们挣1万块钱的时候 不管是美金1万还是人民币1万 你感谢你公司感谢你推荐了他 你可以获得额外的2000或者3000 人民币或者是美金 我们这个是完全不抽成的 是公司额外感谢你的钱 就感谢你推荐了他 那20%跟30%有什么区别 有些人会说 只要你下你以你以下 你直接推荐的 你有10个稳定的稳定每个月 在重复消费的这个网店 以及消费者的话你就可以拿30% 10个其实非常简单 所以那 好那北京继续分享北京推荐了日本和广州 那日本跟广州属于北京的一级网店 那他们挣1万北京可以拿3000 对吧 好2000到3000 那日本跟广州属于我的什么呢 属于我的二级网店了 他们挣1万块钱的时候 我可以拿到额外的15% 就1500 那同理那到泰国杭州是我的三级网店 大家可以看一下前三级前三代 已经达到了55% 如果今天你是老板的话 你会把55%的这个利润拿出来 就是这个钱拿出来分配吗 一般把小头会放在前面 因为我们这个整个是有7级的 4到7级是5% 所以一般你可以去看 如果懂行的人会觉得 就是一般你如果是一个就没有大爱的老板 他会把小的放在前面 但是今天这个老板 他把55%的全部都放在前面 是真的非常有大爱 好 那大家看一下呢 那这怎么又出现一个一级网店 哎 是不是很神奇 我刚刚提到了 因为我们只有左和右两个串葫芦 有两个神 就两个棍子 所以我们今天我可以 我如果 你只要你想 你可以推荐无限的一级网店 像我和我太太 在两年的时间推广了 差不多不到70家网店 就是在这一条左右两个市场 串葫芦一样70家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一级网店 二级网店 三级网店 四级网店 五级网店 六级网店 七级网店 它都是一个交错纵横的状态 在你这个左右两个串葫芦的线上 所以真正达到了一个人脉共享 真正达到了一个就是 就是这个修复人性的奖金制度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它出现在你下面 你们人脉共享 你看到你帮助他越挣钱 你看你就像我的上面的 就是我的上面的网店 我带领我的领导网店 他帮助我更挣钱的时候 他自己是不是也会获得这样的积分 也会赚到钱 比如说我的推荐人每个月 可以拿到我们一万多美金的一个 额外的管理奖金 所以在这个平台上是 就是你越帮助别人挣钱 其实你可以越获得 就是说 但是也还可以帮助就是很多消费者 通过简单的分享 他也推荐了一个 就比如推荐了一个不错的人 所以很多人在这块奖下 也叫做一个黑马奖 就是你今天可以推荐小黑马 也可以推荐大黑马 你比如说你推荐一个 威廉钻石这样的大黑马 那真的是挺不得了的 比如说推荐一个 比如说我不知道 我们算不算小黑马 你推荐一个这样 我们算不算小黑马 每个月拿一万多的这个 管理奖金也不错吧 对吧 但是有些人说 那我推荐不到 我大的也推荐不到 小的也推荐不到 那怎么办 那你先把自己变成黑马 那怎么把自己变成黑马 你先把自己涂黑 那怎么自把自己涂黑 要参加学习 参加我们的这个官方平台 就是公司打造这个系统学习 杰斯大学 你至少要去了解 你要真正看一下这个公司 值不值得你投入时间 值不值得你花两到三年的时间 为这个生意去做 而且是一个全球的市场 全球70亿人口 像印度巴西等等市场都打开了 所以当你通过两个三年的努力 你做到钻石级别的时候 像我们的威廉钻石 你就直接自动成为全球杰斯股东之一了 现在有全球杰斯股东只有300多位 也就是说每一个股东他吃 就是每一个 只要每一个任何一个这个 会员吃杰斯的这个小紫带的3% 就将与你这些钻石股东有关 像举个例子 2016年的全球销售额为14亿美金 那14亿的3% 那是多少 是3亿人民币 分给这300多位钻石 好 那 是额外的 我有幸也是 这个就是了解到威廉钻石的后台 那真的不得了 今天先卖个关子 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分享 好 然后呢第六个奖项就是 杰斯带我们一起环游世界 那去年呢 我们也是去到了迪拜 公司真的是五星级的待遇 住的是全世界最高的酒店 然后一杯咖啡都是200美金 然后我们年轻人去了世界上最快的主题公园 云霄飞车 看到金总的画面 那个头发都吹得飞起来 就是我本人 然后 真的是很想到就是 真的很好玩 只能这样说 就这一片海域呢 是当时给皇室跳伞的 他在阿布扎比 然后呢前排是我们的Jeff 我们的威廉老师 然后这个 在这个N字这 U字黄色裙子是我老婆 然后后面是站的是我 就真的看到这个 我相信Jeff也有满满的回忆 就在那真的是很好玩 好那今年我们会去到哪呢 我马上还有两周不到的时间 我都迫不及待了 要去悉尼了 要参加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光影艺术节 真的 而且在这个悉尼的歌剧院上 将打上我们这个杰斯的logo 所以真的就是我们杰斯这个平台 真的你是当下最具时机的一个平台 时机啊 一般我们考察一家公司 我刚刚也说到了 一般我们考察一家公司 首先要看人对不对 我们的老板人对不对 大家觉得有爱心的一个人 第二个产品 好不好 产品对不对 产品我刚刚也讲了 第三个制度对不对 制度平台 是不是感觉也挺不错的 好 那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公司 整个的运营系统 是这个强大程度 以及我们的这个APP 目前物流金流 做到了全球这么大的一个187个国家 产品观专业的团队对不对 最后一个就是要看 时机点对不对了 好 所以这五大就是考察任何一家公司 你要看人 看产品 看能不能挣钱 看他的团队 就是公司的实力 最后就是看时机点 它是不是一个照扬的企业 我们杰斯目前处于的一个市场爆发期就是在这 这是哈佛商学院研究出来 任何一家成功的公司 就是要经历三到五年的一个匍匐前进 最后一个增长 最后达到一个稳定 那为什么这样说杰斯现在处于一个暴涨呢 因为从2009年的9月9日 我们的业绩每一年都是翻倍的 在6年的时候达到10亿美金以上 16年突破了14亿 17年也是突破14亿 所以这有一句话也是说 就是当一个趋势来临的时候 你挡都挡不住 就一个人能力再强 抵不过一个团队 一个团队力量再大 抵不过一个系统 一个系统再厉害 它抵不过一个实在趋势的来历 所以当下的成功是团队系统加趋势 天时地利人和 趋势就是我们的天时 系统是我们的地利 团队就是我们的人和 而且全球电子商务将在2021年 将要达到3兆6千亿美元的一个市场份额 所以杰斯这个平台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银河当下去是互联网加抗衰老加大健康的平台 一个让消费者只有三点水的这个销 没有金字房的销 自由选购的网上专卖店产品很少 它的理念就是把消费者变为消费商 好 那最后呢 其实这也是人生四大象限 因为今天由于时间呢 我就简单的讲一下 就是说 我做杰斯 第一个我就是一个专业人士 我直接把我的网店开起来 当我的系统运作达到300到500个人 就是这个团队运作网店的时候 我就建立了一个系统 我成为一个企业家 那个时候 只要你旗下有300到500个重复消费的网店 你今天一定在杰斯挣到钱的 而且是很稳定的钱 好 那怎么样变为一个投资者 最后进入一个 就是大家都知道 投资者是用钱生钱 像我们现在是体会到了一点点 这个投资者的感觉 就我把手机关 我每个月还是会有钱流进来 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整个国 这个杰斯打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这个系统啊 就让人觉得一目了然 像我这个年龄 更多的人是什么 为了钱而工作 我的同学现在更多的是为了钱而工作 有优秀一点的是 达到了专业人士 考到了证 然后呢 现在每天在接单 每天在不断的做专业人士做的事情 但是他们不能喘息 这些专业人士当中 又有多少个出类拔萃的人才能够成为企业家呢 一旦成为企业家 马云都说他后悔 他觉得他成就了阿里巴巴 但也后悔创立了阿里巴巴 为什么 他责任 担子太重了 当然你今天真的是作为一个聪明人 你在睡觉的时候可以赚钱 杰斯就是一个睡觉可以赚钱的系统 只要你把市场拓展到全球 所以 把股神巴菲特说 你只要在睡觉的时候能够赚钱 你就钱生钱 像睡觉能赚钱的是什么 我们的房子 如果今天你有十套房子 你在睡觉的时候 房价在涨 收着租金 包租婆 对不对 那最后一个就是 我刚刚提到的 今天你只是听我容 这样一个普通的人 一个这样的一个毕业了的 大学生 留学生 然后呢 也没有太多的市场上的一个经验 但就在杰斯这个平台上 却可以超越很多我同龄的人 在从 不管从收入 从见识上面 但是真正的你要听专家 专业人士讲 你要来参加我们的杰斯大学 我们公司打造了一个全球专业的一个系统 就是能够去到那参加的人 以及你会看到他整个的文化 以及打造的他的这个杰斯公司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领域流程 以及获得诺贝尔奖的专家来给你讲解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很清楚很一目了然 好那最后呢 我们杰斯一个全球使命 就是励志帮助人们获得年轻 获得健康 重返年轻 让每个人释放无限的潜能 为世界带来正面的影响 好最后呢 希望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Join the team One team One family One Janess 希望大家能够成为我们的一员 劫志不怕你了解 你越了解 你越会爱上这个 好吧 谢谢Jeff今天我的分享到这里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红毛老师总裁 Rong One team One family One Janess 真的是说的非常非常的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劫志招商会 那我也希望说 在线上的伙伴们真的能够 听到我们今天红毛总裁Rong的一个分享 真诚的分享 大家觉得怎么样 这个平台 如果想要行动起来 那赶快联系你的推荐人 或者带你进来的伙伴们 一起坐下来跟他们一起好好规划 怎么样在这个平台上 得取我们自己想要得到的 不管是健康或财富 或者说希望说到身边的朋友都可以得到一个 重返年轻的一个状态 那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时间 那感谢你Rong 好 感谢大家的收听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招商会 那感谢大家的收听 那下面 那如果还有更多的伙伴想要了解的话 请你联系你的伙伴 跟你的朋友 让他们来做下来更进一步的 帮你来规划一下 接下来该怎么做 好了 那我是Jeff 那再次感谢大家 线上的伙伴们 拜拜